大神粉丝想玩一个比较卡的套路 问一生手机配置怎么样 那肯定是OK的 不是一生吹 一生的手机配置绝对是前无古人 为了防止屏幕卡被BOSS击杀 一生选择工程师带二技能 机甲一开 BOSS绝对是秒不了我 做事还是要稳重一些 不过只靠这种程度的套路 是无法让一生的手机卡顿 开心 第二个BOSS是哥布林祭祀 和BOSS掉血的速度 一生敢肯定 这不是一生打出的伤害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神哪怕不使用武器 也比一生强恩恩恩恩倍 一旦大神使用了武器 那就是三维和二维的差距了 第一层最后一个BOSS是彩蛋 不得不说 黑暗大骑士的剑是真的强 不过即使再强一生也不敢用 近战对一生这种手残蒙心来说 还是太难了 第二层第一个BOSS是幽灵王 一生有一个疑问 面对黑暗大骑士的剑这种成功的武器 幽灵王在隐身时 会不会受到伤害 接下来就是大神疯狂击杀二层BOSS的操作了 还是传说中无掉血击败BOSS 哦我的天啊 你叫凡事不要慌 直接把手扔出来拍朋友圈 第三层BOSS一上场就给一生一个下马威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任何秒BOSS的套路 最怕遇到大王级钢铁海盗 钢铁海盗的减伤暴 实在是太硬了 终于破盾了 接下来就给一生好好的躺板板吧 巨像阻拦 一生单独遇到他 绝对要掉一条命 但是有大神带就不一样了 妥妥地躺 雷射幽浮 最后一个BOSS 强度不算太强 看来又要通关了 你礼貌吗 你礼貌吗 再一次通关成功 我愿意问你 第二天 雷射幽달 我愿意问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